上一集就有说到 如何让ChatGBT去生成一个全新的产品 做一个行销计划、内容、产品设计和图片给你 今个星期我就想试一下将这些图片转为一条影片 我就选了K-Link和Zora去做一个比较 K-Link用下去会比较容易上手一些 本身ChatGBT的用家你有付月费的话 那就当然要用尽它了 所以我都拿Zora来比较一下 两个不同的AI程式 无论它价钱或是效果 这一样会适合一些新手去使用 K-Link AI其实是有分国际版和内地版的 它是一个内地发展的公司 它做图、短片和做生效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很多很多review片都有说它 今次我将上星期做了的这三双图 去做一条短片出来 简单介绍一下K-Link这个页面 进来了就是home page 下面也有一些已经生成了的图案给你的 如果你看到登成了的文案 你觉得对用其实你也可以用的 接着用AI generation 它可以生成了画像 在这一条短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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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用视频的 这次我们就用视频的 这次我们就用视频的 但是他等的时间都非常之久 以我一个没有付费的用户来说 我是要等三个小时才出到一条图给我 这个就不太理想了 我们选1.5中间这个位置 就拉自己想做的各种图进去 然后在下面prong这个位置 你想要什么 他其实已经有串联了deepset的功能在里面 用文字很浅白地写今天你想做的东西 例如我跟他说做一个commercial shot 他就会分析我这张上载了的图片 而给一个prong的suggestion 就这样用这些很口语化的词汇 他都已经懂得改了给我 改好了之后我就按use prompt 他就会把旁边这段AI生成的prong 帮我打出来 下面都还有几个setting的 standard用回5秒和1个output 等就大概要2-3分钟左右 给一个全新的account 他就会给160个credit 下个月他又会再给你新的credit 如果你是低用量的用家 把你的创作分开几个部分 去申请短片自己再串联 只不过需要20个credit就可以申请得到 现在这个video就申请了出来 他都非常贴合刚刚我们输入的prong 不论是他的光线 旁边申请了两个橙面 动的时候 橙面上的字都没有变动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都很重要 再试试另一组图 今次就试试有人样的 我也是有用dipseed的prongting功能 跟他说这个女人把这粒药放入口 还在笑 这样他就会帮我分析一张图片 和给一个建议我 那我就generate 有时他所生成的时间 有机会会长一点 因为可能是免费的币 这个也没办法 今次他就estimate要10分钟 在香港来说 都很显着在下午5-6点之后 用这个功能就开始是慢的 可能是因为免费用户 那也没办法 大家按一下就可以等一等 真成了 看到这个女士的所有样貌 手和我的product的资料 都是齐全没走位的 都真的把他手上的那粒药丸放入口 但是他好像咬朱古力 就不是真的整粒放入口 有机会是因为AI 把一些物品放入口 这些东西可能会有限制 到最后那个笑容 就真的很亲切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我都会收货 下一条片 只将三个模特去推销一下 这款产品 没有放入口 这些动作 用上星期这张照片 有三个女士一起拿着我的product 我会用Deepsea prompting的suggestion 去申请这一张图片 等十分钟左右 就看到这三位美女都一起拿着我的产品 跟着对着镜头微笑 那些model的movement 眼神 笑容 都很贴合到我们刚刚打的prompt的要求 这件事是非常加分 但很可惜我的product上的所有字眼 就开始出现一些乱码 Pling 1.5这个功能 还没那么完善去处理那么细细的部分 有机会是需要1.6这个model才可以解决到 看另一组AI ZORA 看看会不会可以做到同一样的效果 或者更加好 ZORA 不是一个免费新成图像的产品 只是给CheckGBT Plus和Pro的会员用 如果你已经有付钱去用这个CheckGBT的功能 那你就更加应该学习 其实很简单 在旁边选择ZORA 那介面比起Clink 其实就是干净很多 旁边有Image 按进去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作品 到我们自己要申请外用 运动我们第一张测试的照片 然后呢 因为我们在Clean AI那里 已经有申请了一堆问题 我想它出来的结果是差不多 所以我就照抄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就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一个视频 图片的大小 16比9 还是正方形 这里可以选择 因为呢 我们一开始呢 只是想测试一下它的功能 我就不建议解像度调到那么高 所以我就用480p 时间我也是用5秒 同时间你可以一次个申请两幅 但是我就是想它快点可以出到一个结果 然后我就选择一幅的 然后按旁边这个Create Video 它就会开始帮你申请的了 它做好之后呢 会在旁边MyMedia这里 会见得回你自己所做的所有作品 每一次都是会做一组图案的 分了大概5分钟左右 我们的影片都申请了 那你就看到了 和Clean AI它构图有点不一样的 它所有光线各样东西 都可以设合到我们的Prompt的要求 产品上面所有资讯啊 字眼都是没有错漏的 它就没有跟我的Prompt 有些水果出来 但是它的混镜movement 也是非常顺畅的 都算是一条可以用的画面 那前面的Prompt 我就照样跟之前Clean AI用了那组图 这次就加上人像 直接看一下完成图了 就像一个女生拿着我的产品 转身将交入亚压口 那就完了 那我觉得所有角度啊 混镜啊 都是做得挺好的 它也是没有真正将药丸摆在跑 但是已经有要吃那种意味的了 所以我觉得这条片都可以用来做宣传用的 接着到第三条片 就是想将我这班模特变为电视commercial 去推销我的产品了 这次呢 就和Clean AI的作品呢 有非常大的不同 选择了是zoom out的 我们的model呢 所有声音啊 那样东西呢 它都自动帮我配搭了 都做得挺漂亮的 我觉得 还有最好的一部分 就是它 产品上面的所有字眼 是没有变位的 表情啊 神态啊 都是自然的 所以呢 这条片我都会收货 甚至我觉得呢 这条片应该就好过Clean AI最后那条片 用了这两个不同的工具啦 我们就试试堆砌整一条小的短片 看一下效果又是怎样 我想呢 大家用Track GBT 或者任何AI工具都好 你都知道呢 第一次生成的时候呢 未必会是你想要的答案的 其实呢 我都一样的 不要看我今次用的短片呢 好像非常之简单 其实呢 我都试过不同的工具 或者是不同的Prom 做到现在这个画面的 我和你分享一下 一些崩坏了的画面啦 这个呢 是用Sora去生成的 本身我就想用这张照片 要这个女孩子 吃完早餐之后 就吃一粒我的营养产品 但是这个营养产品 在下一个镜头 就变为另一个钟 没了里面的胶落 连个model都变了样子 那它是真的有推销我的产品 但是整件事 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了 所以呢 完全的新手 不想付钱的话呢 我就会推介大家用Clean AI 虽然一开始 可能会多些制要感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成功率 非常之高啊 加上Deep Seed 在里面呢 帮你去完美你自己的Prompt 不用自己去想啦 我觉得呢 这个是非常新手又好的工具 那希望今天这个片段 都可以给一些idea 用下我刚刚分享给你的小提示 你应该都可以弄出一段片去推销你自己的产品 的 未来呢 我都会继续拍这一类型的AI教学 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 不妨在下面留言区留言告诉我 我会进去回复你的问题 subscribe comment like and share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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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